猎狗女王彻底怒了,朝亲妈发几攻击,任凭狗外婆怎么求饶都不肯放过,活生生咬断了狗头。 究竟发生了什么? 这些猎狗女王身材魁梧又高大,带领几十只猎狗小弟打下了一大片江山。 刚生产完没几天,眼看存货吃的一干二净,亲妈饿得嗷嗷叫,猎狗女王强撑着身体扔下幼崽。 天一亮就带着小弟出了门,只留下狗外婆照看两只小猎狗。 猎狗群作为母系社会,身强体壮的雌性会通过大战夺得王位,获得唯一的交配权繁衍后代。 但地位越高责任越大,猎狗女王需要带头冲锋陷阵,带着雄性成年猎狗出门打猎。 留下老弱病残看家,猎狗女王做梦也想不到会被亲妈背刺。 经过一天的跋涉猎狗群成功杀死一头野猪,正要大宝口服突然被母狮发现, 双方为了争夺猎物爆发大战打得不可开交。 母狮在凶猛也架不住狗多,几时回合下来,眼看被围攻掉头就跑。 猎狗群大获全胜,吃饱喝足带着剩下的猎物快速往家赶。 只可惜已经晚了,猎狗女王的亲妈心狠手辣, 等了一天也不见大部队回家,饿得前熊贴后背, 看着洞穴里嗷嗷待哺的猎狗公主突然动起了歪心思, 强烈的饥饿感袭来,狗外婆彻底变身狼外婆。 眼神凶狠张开獠牙一口下去, 小猎狗当场毕命惨遭毒手,被吃得一干二净,连骨头都不剩。 狗外婆吃饱喝足,还不忘打扫战场消灭证据, 以为这样就能逃过一劫。 只可惜猎狗女王可不是吃素的。 猎狗女王的亲妈嘴太馋了, 竟然把亲外甥女吃的毛都不剩, 狗外婆这下闯大祸了。 猎狗群竟然打赢母狮,保住了猎物, 打了胜仗的猎狗女王一路狂奔, 顾不上管亲妈一进洞就急着给幼崽喂奶。 结果找了一圈,连根狗毛的影子都没有, 猎狗女王彻底蒙了, 冲到亲妈面前疯狂嘶吼, 想知道亲闺女的下落, 狗外婆刚要狡辩猎猎狗女王就发现了不对劲, 原来亲妈光顾着毁尸灭迹。 偷吃忘了擦嘴, 脖子上还有小猎狗的血。 猎狗女王瞬间反应过来, 气得火冒三丈, 朝亲妈飞扑上去。 猎狗大战彻底爆发, 女王一头把亲妈撞倒, 狠狠咬住亲妈的脑袋来回撕扯, 杀女之仇不共戴天, 猎狗小弟们不敢掺火都躲在旁边围观, 生怕被狗外婆牵连。 猎狗女王是猎狗群绝对的领导者, 而女王亲妈只是一个关系户, 竟然敢朝小猎狗下手, 真是胆大包天。 猎狗女王把亲妈按在泥潭里拼命撕咬, 发誓要让她血债血偿, 死死咬住亲妈脖子不停拉扯, 剧烈的疼痛让狗外婆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, 眼看事情败露甩开女王就想跑。 猎狗女王已经动了杀心, 绝对不会让吃掉猎狗公主的凶手活着走出领地, 猎狗群出大事了, 猎狗女王的亲闺女被亲妈吃的狗毛都不剩, 女王大义灭亲现场十分惨烈。 猎狗老妈以为跑进泥潭就能逃过一劫, 没想到猎狗女王会赶尽杀绝, 把亲妈按在泥潭里一顿暴揍, 耳朵都咬烂了也不肯罢休。 此时的猎狗亲妈滚了一身淤泥, 肠子都毁清了, 本来亲闺女坐上王位每天饭来张口过的美滋滋, 非要鬼迷心窍拿猎狗公主冲击。 在猎狗女王的制裁下, 惨叫声传遍了整个草原, 女王亲妈眼看命不久矣, 开始卑微求饶, 想让女王放自己一条生路。 只可惜已经晚了, 猎狗女王作为猎狗群的最高领导, 全靠繁衍后代巩固王位, 一下损失两只幼崽, 女王的权威遭到严重挑衅, 繁衍生息的大忌被破坏猎狗女王决定杀意警百。 对浑身是穴的亲妈发了狠, 一口咬上脖子尖利的犬牙, 瞬间扎穿大动脉, 亲妈彻底断了气。 猎狗女王来回撕扯, 直接咬断脖子, 叼着狗头向猎狗群走去, 凶神恶煞的模样成功震慑住蠢蠢欲动的雌性, 无头尸体成了小弟的赏字, 风干的狗头就放在洞穴门口。 虽然通过强悍的战斗力, 暂时保住了王位, 但猎狗女王必须尽快挑选小弟交配, 再次怀孕生下后代才能彻底稳固地位。 大自然弱肉强食是亘古不变的法则, 种群首领要想发展壮大只能心狠手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